大家好,现在是下午2点58分 港股今早的表现是令投资者松了口气 起码市并没有跟随上周五欧洲股市和美国股市显著下跌 究竟短期调整浪是不是迅速完结 至今星期开始就一直上升了呢 我们客观点点 从多角度了解现在最新的市况 先去做推断 先讲讲这一张美资期货 即是标准普洋500指数期货的15分钟图 我看看这里 今早早香港开市的时候 正式以价现货市场是9点钟 9点钟即是他们的纽约时间1月31日的21点 即是这里 这里21点的这条线 你见到美资期货是一直上升的 刚刚才有点高位整股 即是美资期货是支持今早上港股 向好的一个其中的数 当然港股能够高开是非常难得的 也都是有少少大部分人预计之内 这个当然是包括我 接着我们看五大指数 现在恒生指数的升幅2% 国企指数 红筹指数也是2点多 科技指数是4点多 综合指数是2点多 记不记得我们上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港股五大指数 今早我也说过 在第一段的投资影音分析 是显著偏低2.2% 的股大指数 你可以事后解释 嗯过分了 但是也可以另一个角度 就是说 当时大户知道 晚上美股要跌税 它就是固定港股先 美股跌完 它在美国那里 按下去收到钱了 周末前收到钱了 今天在港股那里收到钱了 那这是一个可能性来的 然后我们看那些升跌股数 今次很棒了 就升多个跌的明显 五大指数都是升多个跌的 没错 再看看 现货主板市场里面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好看的 58.42% 是配合港股的升势 而资金主动买入 是去到168亿 多个过去五天平均数 刚才的比率 亦都多过过去五天的平均比率 半日收市的时候 卖空金额比率 是回降到14.7% 是和平均数差不多 现在的现货主板市场总成交金额 去到刚刚进入了五市没段 那都是叫做不错 那今天都是和上个星期五 估计的差不多了 总成交金额 33个行业里面 就用资金淨主动买入 计算最多的 那当然又是远景服务业 科技股表现这么好 那当然是他有份 69亿接近70亿的 第二位的就已经14亿了 有石油及偏运器业 跟着有资讯科技器材业 跟着有资讯科技器材业 医疗保健业 以及其他金融业 如果我们计算 个别行业类别 表现最好的股票 平均升幅最多的呢 这个很明显 黄金及贵金属业 那为什么呢 那跟两个字有关 叫白银 白银是什么 为什么 什么原因 这些人都不说 大家应该 听听新闻 看财经新闻报道 都会知道什么 那就是黄金及贵金属业 跟着呢 农业产品 2% 远景服务业 中标珠宝业 都还有1.699% 今次我分析过的 和医疗保健业 这五个行业 就表现最好的 到这刻为止 另外就看这个的 20大被动买卖券商 头五位 中国创型市场方法 排第1 高盛排第2 大家差不多 第3Credit Suisse 的被动买卖金额 被动买入 和被动买出 合计 都是70亿过外 第4 中国投资信息 第5 Morgan Stanley 主要托到头五位 就是托述 腾讯 就是中国创型市场服务 与中国投资信息 两个 大家都知道 一两个就是北水 北水就是托着腾讯 主力托着腾讯 而压价 也是压着腾讯 是什么呢 高盛 Credit Suisse 和Morgan Stanley 就是外资 压着腾讯 那就是腾讯 今天大逗法 既然腾讯大逗法 我们拉一拉 腾讯的报价 给大家看一下 拉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700 700 700 腾讯 开始冲了上去 现在略为回吐 升了5.5% 就是恒生指数 现在的617点 提供最大的支持 即贡献 应该说 我又可以给大家看看 究竟 刚才我说过 恒生指数 升了600多点 那腾讯贡献了多少呢 我又可以在经济通 H32那里拉上去 你们看 腾讯 数例先 700 700 700 在哪里 贡献了 哎呀 不是这个表点 开错了 sorry 应该不是这里 应该我们看 另外一个表 指数 因此 和市值 比重的表 这个表 是 腾讯 推高170点 哇 原来另一只都很厉害 美团 140点 那这两只就玩了 已经是 那 就跟着呢 先吃了 跟着 就到这个 今天 腾讯 先吃完 跟着 恒指期货 恒指期货 恒指期货的小时图 指标 当然转好了 全面利好 其他保力加通道中族上面 可惜 现在保力加通道顶部下移 限制了价位的再升幅度 跟着我们看 国子期货 情况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的情况 波子期货又如何呢 波子期货应该 就是 都是一样的了 全面利好 好了 对 没错 就是全面利好的 好了 那我开始尝试了 找个答案 推断了 今天升市 为什么会升市呢 接着会不会 短期跌浪 就是已经就这样 原本 接着市就不断冲上去 一路升到二月底呢 OK 这一张 转一张看 日线图 那我看这个恒指期货 日线图 较交代表性的 现在看这个低位之后 看看 上个星期的低位 是28039 是说期货 不是说约约期货 如果你肉眼看 我没有仔细看 你由这里的低位 升到这个高位 0.382 是到了 凭乘一个大升浪 是出现一个小型的短期调整的时候 中期大升浪 出现一个短期施形调整 0.382 是第一目标 到完之后 是有权反弹的 反弹完之后 就再跌了 那究竟反弹多少 和跌多少 就看两个情况 葡萄波罗理论 第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G字 那就是说 下来之后 它会反弹 反弹多少呢 就是由这里高位 到这里低位 0.382 0.5 0.618 自己计算到 接着再跌 跌的是 A,B,CM 跌支持型 A和C 即是弹再弹高一点 C落 是双弹的跌幅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 正常平西形 B会弹很多 弹回到3万点 就是上星期见过的3万点 上星期一 前面 刚刚不过 差一点 又再跌下来 略为跌穿 上星期五的低位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 第二个可能性 3万点 直至于 3万点 156点 是否 156点 我看 8点 看看 30158 就准备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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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A 1.236倍 或者1.382倍 然后找到顶 再插上来 C C 是A 1.618倍 即是说 会低过 上星期五低位 200390 留意 我一直说 但我说是 硬生使俗 期货 不断的 行生使俗 那道理就一样 这样 跌下来 反弹 所以 B浪是正常出现 不应该觉得猜疑 唯一 如果你感到猜疑上 刚才在美国 才在弄 你不怕美国再发弄 它 那倒不如 我是谈卜 先推100分 收钱 你们跟我封门, 我在高位这两天累积, 让美股再地上密杀了斯朗 可以解释到的 好了, 讲个别股票 今早我说错了, 隆尾, 我其实之前说的, 6969 不过最后我口快快说的是, 保利协阴能源 那其实呢, 我就立刻出发更正的留言 留意给大家 其实我今天, 即是现在, 我当时或一会儿, 即是现在, 我是讲斯摩尔国际的, 969 好, 斯摩尔国际, 先看个, 不如先收一下, 先看个最新形势先 斯摩尔国际呢, 是跌的 逆市跌的, 今天跌3.322% 最低见到72.3% 一个底两个底, 现在都是反弹的 但是, 上面有很多即市顶 那真的, 完全不漂亮 跟着呢, 唯一一样, 见到好少少就是这个低位 见到的时候 这个, 应该是9.50分那下, 成交好多 那就是稳定了地势, 没解的 就个历史波幅是79.7% 很厉害的 跟着呢, 那个量比0.699 就增持不算很激烈 资金流向暂时录得2亿 超过2亿的资金正主动卖出 而这个资金流向的8% 都不可以不试 好淡真是都激烈的 在今天这个范围 72.3至76.55 而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刚才说了2亿的资金正主动卖出 那么, 很多交易未见过资金正主动卖出 那么, 很想试多一次底 那款 暂时,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是38.62 完全配合跌势的 那么, 低过过5个交易平均 比率55.45 而这个, 过5个交易平均 是陆德资金正买入的 3.9亿的, 那算是一般 今天资金的成交 都跟上个星期五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 现在在这个橙色的 74.5 下面的即市支持, 移了74元 那, 下面还有很多支持 一路移了, 移了上去 那么, 74元守不守到呢? 都要小心点 如果拿货的话, 75元就是阻力了 推上来, 上面没什么阻力的 拉了来, 75元 再看看向前面突破 然后, 也要谈谈哪些 这个成交分析 现在计算是标准持统对盘 暂时 500万以上的 即是说, 特大户和超级大户 那没有超级大户呢? 因为你看看, 不够1000万 只是特大户有15宗成交 25比75, 即是订货多 他们平均的订货价是什么 73.769 73.769 73.769 那, 现在是74 守得在上面 那, 还是不好的情况之中 一个好少少的现场 那么, 接下来 接下来, 托价最多是富途征券 总共正被动买入 5900万 平均托价是73.91 1千1 由压价最多的花旗 环球是去到 1.0400万 平均压价是74.01千半 即是差4元 大家都是看的 那, 未分析的图表 但未分析的 先摩尔国际图表之前 先看看这个 就是, 标准普现百指数 期货现在是3717.62 是跌了0.289 那我们的 恒生指数 国际指数 科技指数 红筹指数 这个综合指数 全部都偏高2.2% 以上的 而这个科技指数 偏高4.8% 那 那,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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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但幅度还比香港 今天早上讲过的珠宝及手标类别 现在就有些偏好有些偏好 这只很厉害 偏高差14% 哪一只 这么猫不猫 这次大家留意了 说得给你听 你也不敢买 我就不会买 而偏低比较最差的就是 香港 资源 红股 本来继续这么差 那就是说一句 只是德州大福一只 才进入我选择名单 不过它是中线排行 现在排到130位 怎么办 你不要看到排第一位 排第一位是说这10只之中排第一位 在我所有选择名单 143的选择名单之中 它是排到129位 现在 刚才是130 先关掉这个 日线 那就看那张图 回到施摩尔国际的图表 看日线图 好 日线图 施摩尔国际 今天测试了 交通到中族的日线图上 跌完未呢 它会不会像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旗过 那见到A落底 有可能的 不过暂时看 就未有确定的迹象 指标当然全面利淡 那你说 等它确认了见到的底 就拨它的反弹B 我就不建议了 这些弱势股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人反弹可能0.618 它就反弹0.5 人反弹0.5 人反弹0.5 它是0.236 至0.320 第二 你要确认它A键底 它已经大了很多 真的不要拼搏 这些短舌头机 那中线又如何呢 中线的形势 指标 还是高于SAR 不过呢 已经跌回了 保理加通道顶下面 RSI 仍是站在5 不是 RSI 没错 这个绿色 我给错盏色 这个 平时我给蓝色 RSI 已经跌穿了 它的5周平均线 那又是淡 那就 看看先 淡 MACT 2好3淡 那就 还一样 中线 长线如何呢 长线太少了 分析了 太少成交记录了 好 回到日线 日线图 究竟跌多少呢 我们 刚才我说 你博反弹就不好了 如果跌多少 起码看A 或者C跌多少 我们当于这里计算 这里就是 57.45 升到90元 57.45 升到90元 没错 暂时最低就见过多少 见过 是72.3 的 72.3 没错 72.3 好了 0.382 就是77.566 到了 0.5 是73位 72.5 也到了 0.618 就是69.884 未到 由于0.5也到了 A浪已经见底的机会 是存在的 或者非常接近72.3 就见底 重要是 不是今天见底 就是明天见底的机会 都大的 都是一句 我就不要建议短线反弹 如果你说你即时超短线 你又有高超能力的话 我不反对 是即时化 就是这个 B 是机会大的 是 就说完这个之后 那我们就说 那 还有什么 就是有一个 是 未知其化说了 就是给大家看 那一个 的 中线的 政券盘榜 最新形势如何 那 长线 我不会都要说 长线 那个港股长线 模拟投资手组合 我只是会给 GOLD PLANDIUM 或者 DYAMON 会员有一个 即时感浪 我今早就发给大家 如何处理 那就是 晚上大家自己看 最新的 表现 再说一次 今早就也 多谢 有几位人 加入了 我的GOLD 或者PLANDIUM 的 新会籍 希望大家 支持 那 快点订阅 我这个 HATREON的频道 10 9 9 现时最值得持有的中线的持货 证券对象 就是 信之罪 美团 若明生物 联想 恒讯 油柱银行 金山远 证件 比亚迪 电子 网易 港交所 所持有的股票 证券 持货 比重 就是这个 大家就参考 这段分析到此为止 明天 我看完今晚美股的表现之后 我们会尝试和大家 开市前 第一段 投资金分析 尝试和大家 讲一讲 究竟 恒生指数 反弹目标 是多少呢 初步计算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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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炒牛正 衍生 认购 寄 忌权 认购 或者是招众权 这些超短线 我都照顾大家的需要 另外 如果 你现在已经是 GOLD 的Member 你就知道 咦 原来 我这么久以来 到现在 每个星期 一次的投资金融 不知不觉 讲了40堂 你想一次过 分细40堂 很简单 你就立即 进去你的PATREON 用户订 将GOLD的会值提升为PLANTINUM或DIAMON 就可以立刻看到 当然,我对梁先生有信心 不要逐个月去过数 直前改为一年给钱,有九五折 多谢各位收听